很難得 最近這兩天 應該由weekend開始蔓延出來 就是夜期開封 就變成了全國的熱潮 首先應該是 是不是weekend開始 起碼我看這則新聞 就由weekend開始 就說6月18日 原來是早到6月18日 很早 年中的時候開始 四個鄭州女大學生 是為了吃 開封慈名的灌湯包 所以就由鄭州去開封 都是河南的 但是那裡總共是多遠 是50公里 踩單車五個小時 不是 踩單車五個小時 但是這樣算我有 其實我有些概念 50個小時 踩單車踩五個小時 你覺得是快還是慢? 其實很慢 其實很慢 因為我跑馬拉松 我知道 我跑了一個全馬 我跑了42公里 其實我是慢的 一定是慢 五個小時多一點 四十二公里 四十二公里 五個小時多一點 我跑了 現在他告訴你 五十公里 即是他單車五個小時 那不是跟我跑差 那不是跟我跑差 不是快過我跑很多 但是你要想一下他開什麼單車 就是那些共享單車 但是不會跑 不會快快 不會快得我禁時 如果你跑 你跑全馬快的那些 是三個小時 三個多小時就跑到 別人想要 即是很freestyle 就去做一件事 他們不是去挑戰BP 不過anyway 這個不是重點 但是我覺得 很慢 你踩單車就踩單 因為去到上個星期 其實主要的漫延 整件事 搞大了 是由上個星期 Vitland開始 河南已經去到二十萬人 勇立鄭州 然後去開封 整條路線 一條這麼長的路段 你搞到 你這樣看圖 真的好像遊行 立即變了軒尼斯道 一開始是二十幾有的 二十幾有 你這樣怎麼踩單車 這麼慢 你跑算 即是跑馬拉松算 所以不是說 更加大條道 你為什麼慢踩 網友都在說 當然慢踩 經常停下來拍照 其實就不要踩單車 如果你這樣的速度 你跑算 那當然不是每個人都跑得到 但真的變成潮流 而且不是開封鄭州 那麼簡單 現在最新的 現在最新的動向 是去到什麼 夜騎天安門 夜騎天安門 在大陸 有一張這樣的文宣 在大陸 是不是好像 我們2019年 反送中的文宣 那些文宣 那些action plan 還要趕快想 請黨放心 請黨放心 強國有我 講到明 不用放心 我們搞事 甚至乎 我們一邊踩 一邊唱國歌 很多人都很認識 很多人都很認識 但問題是 這件事更加嚴重 在共產黨的角度 多人不是問題 你有組織力才是問題 是 因為其實 現在你一開始的名義 沒有什麼 大家都覺得沒有什麼 吃個灌湯包 但問題是 你騎去開封 開封本身是一個敏感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開封有包工 你知不知道 年初的時候 原來包工廟 原來很多人 上訪不到的另類選擇 我們也有講到 這件事 大家大規模去包工廟那裡哭訴 是啊 就搞到包工廟要移走包工 要被包工放假 要暫停開放 因為 那時候 有很多人 上去B站 抖音那些 就說 要維權 你一向維權 是上京維權的 現在不是上京維權 竟然他開封維權 其實他主要是拍片 那些官員不理會 就在等候 要預料 但是我要有人知道 有人知道 那我就在微博 或者在B站那裡傳 其實希望感染出去 希望有人知道地方官 那些壞格 但是 那時候正正就是 中央不會理你 北京不會理你 你這樣告預葬有用嗎 全國經濟不好 你到處都維權 國出其謀 掠水的東西 所以最後是包工山 因為最後原來包工廟 去包工廟 去跪包工那些人 就不是來自河南 其實全國各地都有 我不知道 其實這樣等於有一種安撫的作用 但是既然他覺得你這樣軟對抗 就沒有辦法了 那就刪除了 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 他現在騎行那些人 雖然有些人 就說什麼請黨放心 又唱國歌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 你看看這個年輕人 自由者無謂 共產黨最討厭就是自由者 竟然說自由者無謂 共產黨本身的政策 就是要依賴黨組織生活 還有 其實看高天又說 現在你說騎行去開封 騎騎行去開封 會不會變成夜審烏盆 因為烏盆就是開封的包工廟 如果你們說就說吃灌湯包 搞一下 吃完灌湯包 就是找包工怎麼辦 這樣又變成領類的維權 而且 最嚴重的就是 因為現在 好像一開始的時候 人速無害 不是說要搞抗爭 最重要就是 你召喚到這麼多人去 20萬人 20萬人 如果有人乘機 搞煽動的話 做什麼都可以 以及本身這個行為 已經在煽動人 大家一起不用公共交通工具 首先 有些懂得搵鞋子 好像福建廈門華僑大學 一個姓湯的副教授 就在說 他在罵夜期開封的人 移動做噴機 走廊飯袋 還要侮辱 河南省是一個教育貧困殺人 我覺得這個人在賭米 其實是 這些是豬代幼 你這樣搞的話 你是越搞越生氣的 那些年輕人 當初是在說 那些年輕人沒有錢 但是又想去開封那邊吃東西 大家就決定 不如共享單車就算了 便宜了 而且很浪漫 年輕人的浪漫 喜歡怎樣做都可以 有時間沒有錢 所以就想很多方法 是啊 這樣罵他們 製造輿論 希望將這些 夜期開封行為 抹黑他們 而事實上 最後現在 鄭州公安局 都禁止了 三大電 共享單車 都宣佈要遙控鎖車 不讓跨區去踩 即是一離開市的範圍便鎖了你 甚至乎現在鄭州很多間大學 都要搞這個 要封閉管理 不讓他們出去 突然間他們還沒有費 這些學生出出入入 要申請臨時出行證 要有合理的理由才可以離開校園 這樣也可以 這不是打壓於民衙狀態 你現在是一刀切 你出去都不行 個個都有罪 真是瘋 共產黨是這樣的 這又正正中了 杜其鋒所說的 不信任人民 不信任社會 人民沒有信心 本身這件事是好地地的 就算是開封政府 和南政府 都很歡迎 你說無處不履有 就無處不履有 他還要歡迎夜騎者來訪 還要在不同的食肆 商戶提供優惠 一開始是 但因為你搞得太多的時候 共產黨心虛 最心虛的就是一群年輕人 這群年輕人 如果想過隔離 是因為你們是窮 所以你騎到這麼遠 去吃小籠包 但如果你因為窮 又敢懷心勢 然後突然想過了隔離 就覺得這個社會很不公 又不生孩子 每個人都在聊起什麼 什麽十筆青年 大家都沒有能力買樓 大家想想 白紙運動本身是怎麽來 白紙運動就是因為社會不公 正正就是反抗 針對新疆 有人說 因為這個動態清零 風禁城大廈 令人們活活被燒死 對社會不公 其實這些維權的新聞 或打壓的新聞 每天都有 如果這些新聞燒到夜騎車隊的時候 當中有人散佈開去 這群年輕人 本身就是義賢物品 為什麽呢 他們失業率很高 失業率18.8% 名義上 事實上當然不止 散工都很難找 五成都有 這群人沒事 因為 美其名叫做浪漫 但是一群窮學生 他們既然 他們不餵奴婦都這樣 踩單車 去到五十公里 去吃個小籠包 什麽做不出 是吧 很多人害怕 這群人 你想想香港最怕的 就是這些窮西客 是吧 你還要有些人 雖然唱國歌 但是國歌 在某些特定的場合出來唱 其實這首歌 本身有煽動意味 喜來 不要做奴隸的人們 是吧 他覺得自己好像奴隸 誰打壓奴隸 誰當權 就打壓誰 誰在奴役青年 而這麽多人沒有公開 這個社會沒有我份 這群老屎 忽略著位 然後經濟又搞不定 外交又搞不定 不斷叫你們仇 今天仇美國人 明天仇日本人 仇全部人 搞到中國人被歧視 其實不止 你剛才說的 很多是河南的大學生 河南大學生 你老師不是 你老師其實都 昨天都有單新聞幾有趣 是說 河南信陽實驗中學 學生會幹部 沒收學生手機 之後私下向學生收取 三百元費用 以歸還手機 然後是令到中學 在中學入面 有些人起控 如果蔓延到夜期那裏 你想想 所以高天佑這篇文就好 他就說 其實你現在想那些年輕人怎樣 你一方面 你是說要那些年輕人 不要躺平 他們突然間 他們是熱活力中配 其實去搞集體活動 宣洩精力 抒發情感 是好事 好過你玩手機 是嗎 而且 其實說真的 他們是無心插落 但起碼有益經濟線 出來消費 有沒有錢都好 是嗎 但是啊 人太多 你又害怕啊 是因為很害怕 突發事件 公安你就最知道 天天有多少維權事件 突然間得到一群年輕人同情 然後幫你出頭 那你就糟糕了 而事實上 你見到這麼浪漫的行為 不只是開封裏面有 現在你見到好像 療完之火那樣 甚至上海 李老師不是李老師 在前天也有個報告 是說上海的高校 都要求學生 不要輕易加入 校外和非官方的組織活動 那阿Ben都說 現在他貼我 現在小紅書 喂 夜騎北京都有 這樣就糟糕了 天子腳下威脅到去 就是越來越多 夜騎天安門牆安街 但是在講北上廣深都有 是啊 如果不是 怎會驚動那些學校 組織步走出來 要求那些學生 不可以參加非官方活動 如果你太晚回不了家 或者還未趕得及回到學校 需要準時用 用學校app去暴避 你很害怕現在的年輕人 突然間很有目的地 或者很有精力 去做一件事 因為這種旺盛之火燒過旁邊的話 可能就隨時變成反共 所以有個復旦大學說 他建議那些年輕人 畢業之後 先踏腦兩三年 不要那麼多 找不到工作做 索性踏腦 看看世界 發掘那些興趣和好的生活 他說就這樣說 是不是這個人 復旦大學的梁炳安教授 是人氣講師 他說 捧路不是不勞而獲消極躺平 是自我探索的過程 又不需要急於找工作做 心裏那句 根本沒有那麼多工作給你們做 其實你都明白 為甚麼不生孩子 不生孩子正正因為 見到我生了之後都沒有東西 你都瘋了 現在這一代的人 他自己都要耍腦 怎麼生孩子 還要擔驚受怕 剛才那個天安門夜期的文宣寫著 請黨放心強國有我的來源 原來是哪裏 原來就是 好幾晚那班夜期開封的人 大學生 其實他們沿途都高喊這一句 要自保 要自保 即是起碼表面實立 不管最後做了些甚麼 起碼說這句是自保 公安拘捕我的時候 起碼當是護身符 其實白紙運動也是這樣玩的 白紙運動就是這樣 那時候有很多人 在上海裏舉著一張白紙 面對出的就是一張白紙 白紙後面就寫著一些標語 即是大家快酒吧 不要再留在這裏 快點回家溫習 這樣 但為什麼要對白紙拿出來 就是他們沒有任何訴求 你不可以進入他們任何尋忍之士 你進不了他們 其實現在很聰明 所以當共產黨沒有辦法的時候 為什麼在大陸 共產黨會發明一件事叫軟對抗 因為其實共產黨對付大陸人 有時候那種抗爭 那種軟性抗爭都沒有符 不犯法 但是是睹眼睹鼻 那他這些就叫軟對抗 首先是大陸發明先的 然後是香港這邊又這樣 因為大陸人懂得玩東西 香港都懂得玩東西 玩拆邊角